看过诸如说堂,孙堂演艺传的肯定知道,孙堂第一条好汉里原霸,传说他是金士大朋友的转世,他的武器是一对重大败金的金锤,其两臂有四项不过之力,无人能敌,民间流传的武器, 法王不过相,利不过罢,将不过礼,权不过金中利不过罢说的就是他,他曾于宇文成都在进阳宫金殿之上比武,立举金时上殿,随阳帝于昏为西府赵王,蒙勇大将军,四名山一战,一人祭拜十八路法王两万三先大军,扬州法王夺魁大会时杀死第六号汉武天兮, 此间山一战杀死宇文成都,随后更是匹马商城迎战一百八十五万联军,半日之内,便利这一百八十五万联军只剩下六十五万人,数学好的人肯定能算出他平均每秒钟就灭了五十五人,这简直是开挂。 后来更是逼得李密献上玉玺,各路法王地上降标,他因害怕打雷,举锤骂天被雷逼死。 这简直是开挂的人生,其实历史上不存在这样牛逼的人,那么,历史上李元霸是不是却有其人呢? 答案是肯定的,李元霸是唐高祖李渊和斗皇后的第三子,不过他本名叫做李玄霸,因为避讳康熙皇帝玄业的名讳,所以被改名为李元霸。 其实历史上真实的李元霸,仅仅活了十六岁,他生于隋魂帝开皇十八年,五百九十九年,在隋杨帝大业十年,六百一十四年就病逝了,根本没有来得及参加演艺小说中的那些武装活动。 六百一十八年,李元,登基为帝后追封李玄霸为为怀王,追尊为秦州宗管,司空。 过了四年,李元又以秦王李世民第四次李太为一都王,作为李玄霸的后嗣,可见,李世民和李玄霸的关系不一般,还将李玄霸改善于枝阳。 后来李世民登基为帝,改封李太为岳王,自然不能将自己的儿子,作为李玄霸之后了,于是,改以西平王李求之子李宝定做李玄霸的四子。 征冠五年六百四十一年,李宝定死而无子,李玄霸关国正是备废。 演艺小说则将李元霸生活的时期进行了变光,生于六百零三年,死于六百一十八年,年龄倒是没变。 对于他的死人注视这么写的行之途中,天气炎热,皆因云密布,变闪雷鸣,杀时间来了暴风咒语。 西府赵王李元霸从小就怕打雷,这时点光闪闪,雷声隆隆,他心里有些害怕,两面朝天大喊,我的大锤,谁见谁怕,雷公,难道你就不怕吗? 恰在这时打了个劈雷,李元霸说,我一锤把你打死,看你以后还打雷。 说着,他竟把一只大锤向空抛去。 由于他仰念朝天,雨水下到他的脸上,打得他睁不开眼。 这也真巧,大锤抛到天空,落下来正好打在李元霸的头上,把李元霸打了个脑浆凤裂。 秦王李世民发绝食,他一死去多时了。 随唐第一条好汉李元霸深入人心,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他的事迹不过是虚拟的。 参考资料,就唐书卷64月转第14,欢迎关注。 最爱肉丸子先生,用轻松有趣的方法,为你戒毒有趣有料的历史。 罗承算卦能活73岁,为何会折兽50年死于乱戒之下呢? 你知道真实的罗承武功有多强吗? 唐太宗签订了林燕格功成平定标准,但谭宁真的公平吗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